为什么女孩子就可以去这样的旅游 这些年毕竟她真的是一直在家里 可能在跳出家庭的这个圈子之后 到外面去跟更多的朋友接触 然后单独的一个一个人的身份出去看一看 可能心情会不一样 我觉得她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次锻炼的机会 她真的很辛苦 从小孩辛苦到小孩辛苦 知道她应该去玩一下 我在北京的时候她在横店拍戏 一天半没戏她都飞回来了 这次刚好可以体验一下 就是这种长时间如果不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我希望她自己能够在怀孕了这么久 然后这次给她一个很好的放松的机会 家里的这个小孩放心有我 还有阿姨还有这个父母都在 所以那个就好好的外面去玩 给自己很多很美好的难忘回忆 好好地去享受一下 几个人在一个风景比较美的地方 然后又是住在一起 认识和熟悉 来了解对方的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没有去过的地方都是非常期待的 因为我是一个很有好奇心的人 任何小事情我都会觉得特别的开心 就觉得这世界上特别美好 我希望大家和睦将不出但是也不用太和睦 他们搭起来没关系 然后旁边笑 我现在不是特别确定 我可能希望从别人的妻子身上得到一些 他们生活的状态 或者他们的感受 或者是他们的经验 他们面对整个生活的心态 我可能希望得到一些启发 或者一些感染